大家好,我是小苏,最近我们没有去珍珠上新款,因为博航马上期中考试了 好博性的喉咙发炎,我们去医院给他做了检查,然后医生说有点化膿,开了几天的药 没有去学校已经第二天了,今天有点好转了 然后医生说爆米花是一点都不能吃啊,就是因为吃了爆米花还要吃了鸡排 然后我们去医院一下子又花掉200多块钱 医生说吃这么一小把的爆米花,他就坏事了,然后你就得喝凉碗水 不知道他这个体质反正比一般人要差一点 那医生说让他吃的清淡点,然后老师也 要以清淡为主,最主要的就是医生说你炒肉啊或者冻排骨的时候 里面放的大料最好也不要放,如果放的话他也会上火 他这个体质让人 让人头疼啊,特别让人头疼 所以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没有去郑州 这是刚刚来的这一批货啊,这是欠大业的货 我们就是一直合作的一个厂家 今天发来了三款,三个款式的毛衣啊 我感觉是性价比非常高,而且质量也是非常好的 给大家看一下,这边是一个小熊的刺绣啊,特别质量好 然后袖子这是这样的一个拼接 也是比较宽松的啊,最主要的是他这个领子 中高领的,他没有束缚感 穿上是特别舒服的一款 我感觉这个高度是刚刚好的 就是这样一个款式,简单大方 我们选的这三款毛衣都是走量款 然后也算是给大家走的一个福利 待会给大家试一下那两款毛衣 这款的话要比刚才那款更宽松,更大一点 它最主要的就是穿上特别舒服啊 里面直接挨皮肤的 然后穿上是特别柔软的,比较厚实 它特别厚实啊,厚款的毛衣啊 可以说是冬天穿的话必备啊 高领的啊,这个算是高领吗 我原先是自留那款小熊的 当我穿上这一款,我打算留这一款 这个的话应该能穿到130斤吧,我感觉 130多斤绝对没问题,它是有弹性的 这款的话也好看啊,三个款式都有不同的风格 这款是圆领,然后这边是蕾丝设计的 就是修身款的,我建议一米六以下的朋友穿 更合适一点 也挺洋气的啊 好不幸同学 这样咱们听说会被登场壳了 那哈道的往那墙子里有人 那哈道的往那墙子里都不能吃 山河里的东西都不能吃 是不是他经营生了好人 是不是 他其实他这种修复一直在发扬 脑袭都会好了之后,不叫吃了不叫趁暖 好了上磨碗老腾 一会儿再就连他都快发美了 一会儿妈,带着你去,他爬了,爬了,爬了,甚至多了 你这里给他当小防守,行不行 那哈瓜,是不是,都了 太多好听的话我也不会说 非常感谢朋友对我们的信任 所以咱一定要在这里,最前面帮我这样挂吧 来,给爸爸挑了这 麻烦,麻烦 妈妈,这是最少用农了 是啊,最少用农了,但是就是圣灵用农 最好是湖南用农真好 啥啥眼光 来,你去打两口就真好再拍这个 走 咱们当当的故意的坏字发了,下手是吧 那有人飘牙了吧 认诺了,看着 哦 他就吃了,看着更费了 对,这边重新规范了,融了草品 西华刷刷刷刷 哎,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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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边重新规范就给你们骑眼眼了 完了到骑了 来,偷个萨品请 来来来吃点 来来吃,你的都比安晚了 差着动物的一样的,都比安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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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吃着动物的一样的 差着动物的一样的,吃着一样的 这样的,真的 这样多跨松呢 哎呦 这些下帽装丝好玩 爱你 春天的花开,秋天的风 以及冬天的洛阳 犹豫的青春年少的我 曾经无知的这么想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 离他天天的流传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承扎 流水他带走光阴的故事 这是旧草品吧 这是素粮 我当时正草品了 正草品 好不,请下来吧 都下来吧 祝你 在年轻 在年轻 と waters 조 was war 大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